你只要跟我說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說 好 只要回答這句我婆婆就哈哈哈哈 過年就怕問到什麼問題 兇手吧 今年過年 你有被追問嗎 最會問啦 但其實就是 就其實我相信大家 只是 不是我覺得好像變開口 就是已經不是先拜年 也是問說兇手是誰 那我覺得這個 他們也不是很想要聽到我真的會講出來 因為其實我相信觀眾朋友們 都自己很想要去發現 到底兇手是誰 想要自己去看 那前幾天就已經有公佈 就是花燈會在3月18號 會上線 所以其實就請大家 再敬請期待第三季這樣 就是 就會覺得 蘇媽媽就是怎麼會突然變得 這麼的可怕這些 比較常聽到是這個 但因為其實 我覺得蘇媽媽她是 就是生活 原生家庭的背景 就是會比較 讓人可以有 值得同情的地方雖然她 做出來的事情會讓很多人不解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也要站在蘇媽媽的立場 想一下她 原生家庭帶給她的一些傷害 當然我覺得原生家庭 可能不是接口 但是我覺得 可能要稍微同理心一下 對呀 正在蘇媽媽的角度想一下這樣子 說小孩這件事吧 對啊我覺得這是關心 那其實 我覺得我還滿 就是慶幸跟開心的是 我身邊的長輩 像我公公婆婆 他們完完全全完完全全 一句話都沒有問過 然後只是 永遠都是在關心 我跟我先生的身體 就是工作不要太勞累 他們永遠 比較多次提醒 溫馨提醒的 都是要注意身體健康 然後反而就是 小朋友這件事情就是 他們一次都沒提過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滿 就是很 很感謝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基本來就是順其自然 為什麼他生我壓力要大 為什麼他生我壓力要大 他生應該是我要為他開心 不是我要壓力變大 對啊我覺得很棒 然後他一定也經歷過 就是很辛苦的路程 然後很恭喜他這樣 對婆婆也是前幾天也在問 你說問生小朋友的話 他是在問兇手啊 不問小孩 是問兇手 跟我講 他就問我說 你只要跟我說 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說是活的 長得好看的 然後只要回答這句 我婆婆就哈哈哈哈 然後想說 過年讓婆婆笑得開心就好 來吧